好,本节节开始我们开发登录功能 其实就是开发这个登录的API 看一下节奏都是一样的 现在回顾节奏方案 其实我们就再看一遍这个图 虽然我们已经看过一遍 而且讲过很详细了 但是我们要不愿意去看很多遍 直到把它深入到你的最深的记忆里面去 让你真正的记住它 然后再是开发登录节奏 就是把登录功能给实现了 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整个流程都打通了 对吧 然后过去运功信息的那个service也已经建了 最关键的是那个session 就是空间和session的那个东西 我们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们直接用就可以了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最后就是凑理登录验证的中间件 就是我们登录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访问一个 用户设置的一个验链 比如要访问一个 获取自己的微博的一个接口 这都需要一个登录验证 对吧 登录验证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公认的东西 就很多接口都需要登录验证 很多接口都需要登录验证 很多页面也都需要登录验证 不登录就不让你访问 不登录就统一给你提出 或者统一给你返回一个错误信息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中间件 所以说我们最后 把这个中间件给出录出来 这个图我们这儿就先不说了 我们什么时候讲到了 我们时候再去联想一遍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去 直接去开发了 开发这个登录过程 很多过程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再把这个登录的模板回顾一下 其实它这里面呢 根本的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提交数据 就是你在输入用户密码之后 去post一个API user login 这么一个接口 然后传到youtername和password 然后看看是不是登录成功 然后登录成功之后 只有指令到当前的页 或者说指令到首页 然后就跳转就完了 那么的情况下 就是跳转的时候 跟gameru就跳转到首页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发 这个login这个接口 好 它的post数据是youtername和password 这块大家要记住 我们先把这个内面关掉 然后接下来我们获取数据的数据 就根据这两个参数来获取 OK 那逻辑是一样的 我们删掉了这个路由里面 API user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登录注册 和这个判断用户密室的存在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登录 looter.post login assign ctx next 好 刚才我们说过 我们传统的参数是 youtername和password 后色的数据呢 直接通过ctx.request.body 获取就行了 那这儿呢 还是跟上面一样 到这儿为止 我们就直接去调用 controller的接口就行了 调用controller就像这儿一样 调用controller直接返回 和这儿也是一样的 调用controller直接返回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把这个 controller的这个登录实现一遍 好 controller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 用户名事物存在 以及这个注册的这两个函数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登录的函数 assign func.function.login 好登录嘛 它需要的参数 那就是两个对吧 用户名号的密码 但是我们这儿呢 还需要一个ctx 需要三个参数 ctx的作用呢 是我们登录成功之后 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通过ctx.session.user.info 给它复制成什么呢 复制成一个用户信息 就是我们要把用户信息 放到session.user.info里面去 然后这样呢 因为我们cook的session 之前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们这儿就不再追溯了 总之我们是登录成功之后 就要把这个session给它填上 填上之后 这个session里面存属的用户信息 对吧 用户信息呢 可能是有用户名 密码就不存了 有用户名 然后呢 有昵称 对吧 有性别 有头像等等这些 我们就把它全部都存在这个session里面去 当然你直接往session里存 肯定不合适 对吧 因为你的session里面 可能未来还会扩展一些信息 比如说用户的角色 用户的权限 等等这些 用户的其他信息 所以说用户的基本信息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user.info里面去 方便以后我们扩展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 我们还要扩展一个user.ros 用户的角色等等这些 我们就可能放在这儿来 所以说我们先把它放在这儿来 为了方便以后的扩展 那login肯定是 最后也要把它输出出去的 那好 这儿呢 我们就给它写一个 图示 qr2的这个ctx 这是那个ctx算数 接下来 user.name是password 用户名 user.name password 用户名密码 这是登录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实现这个登录这个逻辑 实现登录逻辑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之前在service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catheterinfor 对吧 需要传用户名号密码 当然之前我们说过 密码可以不传 但是我们这儿肯定要传的 对吧 登录一定要把密码传进去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去查询这个用户信息 查出来的ID啊 user name啊 binkname picture city的那些 然后最后直接去格式化一遍 格式化是为了 当时也说过 是为了把这个默认头像给它放上 最后把格式化的数据给它返回 其实登录的本质是个什么东西 登录的本质就是通过 用户名号密码 查询是不是 就是根据用户名号密码 这两个条件查询 有没有用户存在 如果有用户存在 那就是登录成功 并且把这个用户信息给它返回出来 如果用户不存在 那就登录失败呗 通过用户名号密码查不出来 那又说明用户名号密码错误 这个逻辑很简单 所以说我们直接去写就行了 cast userinfor复制成 quit get userinfor get userinfor 这个我们已经引用过来了 在这个地方已经用了 所以说我们上面已经引用过来了 所以不用再引用一遍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需要传入一个什么 有的内蒙和 哈苏的 OK f 有的infor 就是有呗 对吧 就是我们获取用户信息成功了呗 就是吧 获取用户信息 获取用户信息成功了 就顺便登录成功了 对吧 登录成功 那我们这儿可以先写登录失败了 登录失败的逻辑比较简单 写完之后就直接return了 这样的话代码会好看一些 登录失败 然后直接return一个new error model就可以了 登录失败嘛 登录失败 直接return就完了 反正失败了 我们就不用管了 也不用操作什么setting之类的东西 我们什么都不用管了 直接返回一个那个error model error model里面 我们还得去返回一个信息 对吧 然后我们找一下 我们有没有定义的 OK login file info 使用这个吧 就登录失败的一个信息 我们把这个信息给它引过来 直接从这儿就引就行 反正就这个文件里边的 对吧 然后引过来之后 我们登录失败 登录失败返回这个error number 然后把这个信息给它传过去 好 这是没有用过信息的时候 登录失败 然后有用过信息就是什么 就是登录成功 对吧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是什么 就我们要操作这一步了 对吧 你可以把它删掉了 登录成功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ctx.session.user.info 是不是有 如果它等于nine 就它没有值 我们就给它 把这个值 给它复制成了user.info 最后 return new success model 好 这就是登录成功的逻辑 ctx是这个参数 对吧 这个参数 我们等会将从这个路由里面去 把这个ctx给传过来 ctx给它传过来 然后ctx.session.user.info 如果它有的话 按理说应该是没有 对吧 但是万一有的话 我们就不复制了 如果是没有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复制 其实你这个地方 直接复制也没关系 直接复制可能就是 直接就覆盖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就加一个判断 就是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不再重新复制 返回一个successmodel successmodel就是成功了 对吧 OK 保存一下 保存完之后 我们login这个controller已经写完 然后我们还需要在路由里面 把这个login给它引进来 现在有existreditor 然后我们需要把login给它引进来 好 login引进来之后 我们登录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可以ctx.audit 分成 await login ctx user.name 然后 puzz bord 好 实际上这样就完了 对吧 然后我们上一节说过 就是像这种传单形式 应该是上上一节 说过 如果参数超过三个的话 我们就用这种传单形式 这个地方参数也超过三个了 但是我们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的参数相对来说 比较固定 顺序一般不会变 ctx的这个参数 因为它本身就是很特殊的一个参数 它是每个中间间中间的一个 半下门 对吧 就是请求的山下门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参数比较固定 先穿入ctx 然后再穿入一个邮件里面 再穿入puzzle 这个顺序基本上也不会变 也没有人会闲着没事去 把puzzle穿入第一个上去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不写 不写那种解构的形式也可以 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说遇到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灵活处理 当然你把这个 现在三个参数写成这种 传对向结构的形式行不行的 那肯定也没问题 就是稍微麻烦一点 OK 我们就登录看一下吧 我们把服务起一下 npm run 再次强调 再次强调就是登录 用到了session对吧 是 用到了session 我们session也连在redis 连在redis 所以说我们的redis server一定要启动 不启动的话你可能会报错 然后启动完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redis redis client里面有没有值吧 应该是没有值 好 现在是没有值对吧 一个值都没有 那我们登录完之后就有值了 好 我们先把里斯去登录 登录完之后 点击登录 OK 登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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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 执行的这个session语句 因为session语句已经打出来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password等于123 等于123 但是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这个password早就不等于123 所以说我们这出了个bug 是什么bug呢 是我们在执行登录的时候 这个密码没有加密 密码没有加密 所以我们就加密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throughcryptal已经引进了 对吧 注册的时候用过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密码 给它加密一下 好 就是登录的时候 就会以用信息的时候 我们把密码加密一下 然后再保存 好 控制台 这边清空一下 然后再执行登录 里斯密码123 登录 OK 大家看 已经跳上页面了 对吧 跳上到我这个首页 虽然这个首页 现在乱七八糟 什么都没有 但是它已经登录成功了 那我们看一下 session语句 password等于 等于这个加密的值 就已经登录成功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redis的值 好 已经有一个redis了 已经有一个redis的值 所以说我们就get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redis里面 这个有的infor 这个key 已经有了 id是2 有的内幕等于 里斯 那些内幕也是里斯 Picture有 Picture因为我们做了 这个数据格式的处理了 对吧 然后city是mine 这就是我们 整个的这个 登录之后 往session里面写的东西 就这块 这块就是我们在代码中 在control里面 control里面登录完之后 去往session里面塞的东西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再去刷新页面 因为它登录了嘛 所以说我们这个页面里面 我们也会带着cookie 大家看 最主要的cookie是什么 就是这个 看一下 清风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看一下 在这儿 在这儿 就这个 微博.srd等于什么东西 这是最主要的cookie 上面的这个cookie 是我本地装的插件产生的 你那儿可能没有 所以说你上面这些不用关注 你只需要关注这个微博.srd就行 微博.srd这个cookie的这个值 这个值大家看什么 TIYD结尾的这个值 就正好对应了redis里面的 TIYD Redis里面这个k 所以说 它是通过这个session cookie里面的这个 这个id 对呢 session里面的k 然后去获取的这个用户名 现在这个登录完之后 你这个用户名就已经在这个session里面去了 所以说我们什么时候想取用户信息 我们就很容易的取出来 就是怎么取用户信息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我们下一章讲那个用户 基本形式设置的时候 我们再去做 好 到这样的话 那个登录就已经交完 很简单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做注册的时候 一定把一些基础的东西都已经建完了 所以说录都铺平了 我们再做就好好做了 好 关掉服务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更改 OK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改的 好 没有问题 没有什么异常的代码 那我们就直接提交上去就完了 Commit feature 登录接口 大家不用每次Commit完之后立马提交 每次Commit完之后也可以放在本地 然后到最后扎堆一块提交 一块Pose也可以 我这Commit完之后直接提交 是我已经习惯了 我个人习惯就是Commit完之后立马就提交 特别是工作之后 手术的东西特别多了 然后一个人可能同时干很多个活 Commit完之后你不立马提交 什么时候一忙起来 一开个别的会 也上个厕所回来 之后可能又忘了 所以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每次都是Commit完之后直接提交 但是不是说必须这样做 可以给你对的情况最后提交 比如说你现在没有网 网络没有连接 你也可以Commit 然后什么时候联合网 在一块Pose也可以 可以啊 感谢观看